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不好讲话了 小伙 喂 你等下今天回去 你回到厂里先加个班 好的 你今天无论如何 要把明年的租场里面的 新移交方案给我赶出来 你赶不出来的话 我丑话讲前面 你今天年终讲没有啊 好的老板 我知道 我先送你回租场 刚刚那个老板太能讲话了 哎 老板老板 前面有人啊 有人 我看到了 有人 哎 这什么情况 肯定是碰瓷 老板我跟你说 年底碰瓷能特别多 我跟你说 你这要是被他讹上了 根本就不得了了 我这 我这行车记录仪 你也没去修啊 这行车记录仪啊 这行车记录仪 那怎么 怎么办 怎么办 下去看看再说 怎么办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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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 你的 你别爱她冷大 我跟你讲 我刚刚车都已经停了 你自己撞上来的 退屎 哎呀 你这也是搞笑啊 你好好的我往你车上撞了我 我跟你讲啊 你今天不赔钱 我跟你没玩 赔钱啊 小伙小伙小伙 慢慢 你要不这个样子那个 这是你得帮帮我 给老板 这车是你开的 我怎么帮你啊 你要不等警察来了 我就说这车是你开的 我在帮你做人证 好啊你 你们俩 还想换人啊 就是你撞的我 赔钱 就是警察来了 我也是说你撞的我 还是老踢着眼啊 就是你撞的我 快点赔钱 我说了我根本就没有撞到 你自己碰上来的 你这明显就是碰自额钱 我 我就额钱了 我跟你讲啊 你今天没个挖八千 我躺着不走了 我跟你讲 小伙小伙小伙 你看这怎么办 这样吧 老板 要不你先走 这里的事我来处理 反正我就打工了 他也额不到我多少钱 你在这里 反正他等下会要的更多 霸气小伙 好 这个事与炉都处理好了 南京跟你伸直 老板 工资呢 工资 工资 工资翻倍 继续 啊 来了啦 老师好意啊 我或者开着你那个 那个车子跟着就没撞到你啊 来了啦 好了好了好了 别让了 老板给他撞一下 嗯 表哥 我帮你升纸加薪 表哥 我帮你升纸加薪 你一定会 你快过年了 我都没了衣服 走 我代你马上去 好 你走 你走